再來看台中太平 環仔路徵的土地 所有款的情依 冠西打四十八年了 今天自救回新聞 就去台中市政府控醫 他們指控說 台政事務所的人員 要去他們的處理 扭車 所以不輕 提出公文 自救回是指控說 停輸違反 市政府也答應 兩禮拜來 會來提供調查的結果 你有公文 我才叫防衛公務嘛 對不對 你有公文 你公文先給我嘛 對不對 太平地政事務所公務人員 二十一合體就起載來到台中環仔路徵 民體卸領 當地民眾開堤 沒有要求出示公文 卸領完 所以沒有假民會員直接離開 環仔路徵土地所有款情依 所上四十八年 有四天還在發音生理 二十五名自救回新聞跟社員團體 二十九號來到台中市府控醫 任務官方頭上司 追著跑了 你不能這樣偷偷摸摸的 這個叫做偷渡程序 他們把這個程序走完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來拆了 那我到別人家裡 這個是你家私人 我也要來幫你 等於是算是侵入 主局會高丁津蘇 由太平地政事務所代理 主任陳律楷接下來了 會長臨受婚要求 市府貼測違法失職的公務員 地政事務生農兩禮拜一來有調查結果 我們都是有公文的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都是依法行政 也是司法司法的部分的交代 台中市地政局共調 這個案件是台中第一民宿 執行處 委託太平地政事務所 辦理地上部拆讀 健康承認 因為主候反對 馬上中等作業 沒有進入民體策略的進行 一切以法行政 主局會是表示 後少會來跟律師討論後 對地政所有公務人員 提告 記者台中報道